講到SM門面,你第一個會想起誰? 容許我私心一下 經過我不客觀又帶有情感地觀察 我認為少女時代的韻兒是最能夠代表SM門面 不過,大家有知不知道SM門面? 韻兒心目中的四大SM門面是誰? 第一位是SES的大前輩柳真 原來柳真曾經在韓國網民投票中 是票數唯一贏過韻兒的SM第一代美女 再一次證明了 無論經歷了結婚、散仔、歲月的洗禮 只要是天生的美女 都依然是大眾心目中的初戀級女神 第二位就是地位越來越接近李秀滿的Boa Boa本身的美容都不需要質疑 舉手投足都滲透著高貴的魅力 但韻兒最欣賞的應該是跳舞時候的Boa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Boa跳起舞的時候更加突顯她完美的身體線條 和充滿自信感 而且散發著一種連女生都覺得她型的感覺 第三位就是同組合的泰然 沒有其他理由的 我想應該是看著一起成長的泰然 十幾年來外貌都是這麼同眼 再加上泰然肝油並重的隊長管理手法 而覺得她漂亮 最後一位就是雪梨 雖然雪梨之前在社交媒體上 創作了一系列不收蝙蝠的照片 但連Anti都公開認證 就算雪梨亂穿都不影響她的美貌 連網民大鬧的閃子長裙都一樣駕馭得到 果然要選出一位SM門面是件很難的事 了解